中文字幕 李宗盛 周总 你继续漏电 咱们这么干是违规操作呀 什么违规呀 攻击砍不完 所有的人都不要拿钱 干活 周总 马小军受伤了 快救人啊 你救什么救 赶紧给老子巧笑机器去 周总 他眼睛受伤了 再不救他就要瞎了 一个臭民工 有什么值钱的 老子机器损失了 多少钱 付我那机器二十多万买的 走 干嘛 我要送他去医院 周总 你快去吧 机器全毁了 什么 你们两个给我等着 回来弄死你俩 我干了 走 马小军 我听虎哥说 是因为你违规操作导致引起的 这是真的吗 明明是他强行关闭了安全检测 凭什么赖我呀 我得去 马小军 你先别激动 你先把伤养好呀 二十六床家属 病人现在左眼严重受损 需要马上住院手术 手术 手术费住院费一共二十万 掏钱吧 什么 二十万 不是 护士小姐 二十万太多了 我们根本拿不出来 能不能少一点 这是医院不是菜市场 还能讨价还价的 要住就住 不住就滚 医院的床位紧张 不要在这赖着不走 不是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我什么态度啊 不就一个臭农民工嘛 赶紧回农村去 别在这儿碍着我们成立人的眼 不是 护士小姐 我求求你了 我兄弟今天刚马二十四岁 他这样下去眼睛就瞎了呀 不就一个臭农民工嘛 瞎了就瞎了呗 真的是 有钱就治 没钱就滚 马娟儿 走 我就不信你没有医院肯收你 这什么破医院啊 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 退 年轻人 被医院赶出来了吧 知道我是你命好 你的眼镜我能治 不是我说啊 老头儿 你自己都是个瞎子 还给别人治眼镜 走吧走吧 老瞎子你抹的啥 这么臭 屎尿 是我老瞎子的神尿 行了行了 他也怪可怜的 别打了 咱也别找别的医院了 咱没钱看不起病 还是送我回家吧 哪里的光 哪里的光 我好像能看见啊 我好了 林清清这么早就起来了 等等 林清清不是住隔壁吗 马小圈 马小圈 你鼻子怎么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 我眼睛好了 你眼睛好了 好了 这是几 二呀 真的好啊 快好了呀 太棒了 我真的能看到隔壁的林清清啊 陶氏眼 我 我获得了陶氏眼 你 还想跑啊 烧了老子汉奸你还想跑 赔钱 烧了老子汉奸你还想跑啊 赔钱 我凭什么赔你钱 明明是你让我违规操作的呀 给我打 住手 哥 你没事吧 你们凭什么打我哥 凭什么 你哥给公司造成几十万的损失 再不赔偿 手就要给废了 小雪 你别听他胡说 住手 别打了 我这里有八千块钱 已经是我最多的了 你再宽限我几天 小伙子 看在你妹的面 宽限你三天 三天不还钱 手脚给你废了 走 哥 小雪 你傻呀 那可是你上大学的学费 哥 我不念大学了 我跟你一起出去打工 咱们争取早点把欠公司的钱还上 不行 马小军 马小雪 谁欺负你们 我揍他们 马小军 我问你话呢 你脸怎么这么红 没事 小雪 你放心 我有办法了 你的日子 T jetzt 左 左 左 行了 天也不早了 你帮我清点一下吧 我不玩了 好的先生 这是您的卡 一共二十万 已经全部到账 美女 你都跟了我一路了 不会是跟踪我吧 少自作多情 不好意思 你放开我 小心 放开我臭流氓 小心 你干什么 放开我臭流氓 别动 你不要命了 放心 那个狙击手已经走了 这么远 你能看见 可能视力比较好吧 那个狙击手 为什么要对你下手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谢谢你救命 救了我 我叫冷烟 以后能需要我随时打电话 常恋 你怎么在这儿 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马小轩 快跑 小子 警告过你别乱跑 你不听 只好让你兄弟先受点委屈 这活 你有本事冲我来啊 凭什么打我兄弟 你这么霸道 还有没有王法了 王法 海港区 老子就是王法 王法 海港区 老子就是王法 你不是还有个妹妹吗 让你妹妹 来陪老子玩玩 伺候的爽了 我再宽限你几天 你气人太甚了 我将反了你 敢欺负马小轩 让人打死你们 你他妈谁啊你 哼 说出来 怕吓死你 我可是这个骗区的老大 李金发 金爷的手下 识相的 赶紧给我滚 虎哥 他是金爷的人 咱们怎么办 我好怕 我好怕呀 你们要是敢动我 要是让金爷知道了 保证你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省省吧 一口一个金爷 连金爷是我亲舅舅你都不知道啊 啊 是谁呢你 既然是金爷的人 那不就是自己人吗 赏给兄弟们玩吧 哈哈哈哈 咱俩一口 怎么样 放开我 周虎 小子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舅舅是谁吗 海港区的老大 那又怎么样 你是很能打 但是你别忘了 你朋友跟你妹妹可是普通人 你能天天看着她 这事要出外 拿了钱赶紧滚 以后 要是再敢打我朋友和我妹妹的主族 要你的命 给我等着 滚 走 你没事吧 没事 行啊马小军 我没想到你这么能打 马小军 金爷这个人最是护短了 你现在打他的外甥 他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你要么 出去躲躲 那我正好去会会他 马小军 你听我一句劝 金爷这个人 不是你能轻易招惹的 哎 马小军 你没事吧 你 你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他住在边海区 十一号别墅 看我厉害还是比较老人的厉害啊 神贵 你好急的 你谁啊 站起来的 金爷 好兴致啊 不能拍 金爷 金爷 我不知道这视频 要是让宁家看到了 金爷 你这地头蛇的位置 恐怕就保不住了吧 你小子有你的啊 我把衣服穿上再说 好小子有你的 说吧 要多钱啊 金爷 我不要钱 你有一个外甥 叫周虎 额了我二十万 我就想 让他把钱还我 顺便 再给我跪下道歉 行 喂 你小子他妈最近招惹谁啊你 赶紧到我这儿来 兄弟 兄弟 我错了 钱我都还给你了 二十万还给你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小兄弟 可以了 再也不敢了 哥哥 你这把你给我省点血啊 你不能消气一点 我跟你说我冤枉 真的冤枉 那小子以前就是普通人 我都奇怪他二十万咋来的 还有 他竟然能找到你这里 那肯定有问题 你这么说 他这二十万也来路不正啊 查 给我查查这两天去哪儿 行 滚 马小军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我昨天醒来看到你不在 害我担心一个晚上 我去找李金发了 我把那二十万都要回来了 放心 以后啊 他们不敢再找咱们麻烦了 对啊 你那二十万是怎么来的呀 当然是从我们赌场出千 骗的了 凡是在我们赌场出千的人 我都可以取一条胳膊 留个教训 你是选左胳膊 还是右胳膊 凡是在我们赌场出千的人 我都会取一条胳膊留自纪念 你是选左胳膊 还是右胳膊 马小军 你给周虎的二十万 是你在赌场赢来的 那你出千了 马小军赶紧走 我拦住他们 你打不过他们 别管我了 赌场的人说到做到 他们真的会废了你的胳膊的 想要我的胳膊 就在这儿 有本事 自己来拿呀 没看出来啊 原来是练过 哥 香雪 你把他给我放了 放人可以 不过 你得先留下一条胳膊 哥 不要 胳膊我可以给你们 不过 钱不在我手上 我得让人给我送过来 这样也可以 不过 你可别耍花样 要不然的话 你妹妹 我可就不敢保证 是你 姐姐呢 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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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我 把这个女的给我抓起来 你这什么东西 到底是什么人 你还不配指的 还不滚 走 你果然不是普通人 我叫你一次 你帮我一回 咱俩扯平了 你以为这事 就这么容易结束呀 赌场才懒得为了 区区二十万大洞干戈 你还是好好想想 最近 得罪什么人了 金发 还敢去霸主里金发 如果真的是她的话 她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 你可要小心了 小雪 你到学校好好学习 有什么要钱的地方 你跟哥说 谁要是敢在学校欺负你 行了哥 都念叨一路了 怎么跟个老妈子一样 说什么呢 爸妈都不在了 我当然有责任照顾你啊 你这是马小雪 你是人挑战 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哥 小雪 哥 小雪 你快跑 去找你冷眼姐 你小子不是挺狂吗 敢要挟我 今天 我就好好收拾我 我怎么要挟你了 是你自己纵容你外甥周虎作恶 强暴攻城 非法拆迁 还是 你跟宁家 立刻 来 还敢躲 给我打他 敢在我地盘上撒一眼 你反天啊你 给我逗他 没确定 没确定 就算你有读贴的原因又怎么样 这是老子的海港区 101局守在场 他还能升到我这儿来吗 李金帆 别以为你平时做的恶没有人知道 你们俩 给我把他抓起来 算你们俩代罪立功 我 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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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以后海港区就交给你管理吧 我 怎么 你不愿意啊 我就是想照顾好小雪 这里石油多 水油太深了 我就是不想让小雪太早接触到这些 要不让清清来管理 他本来就在李金帆手下工作 而且对海港区还比较熟悉 恭喜清姐 兄弟 你是来加工东西的 我看你那门口贴了那告示 我刚好赶点兴趣 原来是盘店子 你这么年轻 你懂机械吗 做过一点这方面的工作 那这样吧 你给我15万 我把我这店转给你 15万 你那告示上明明贴的是8万啊 我的店 只给董行的人 你这么年轻 你把我招牌砸了怎么办 闭口价 15万 爱要不要 大哥 我看你还挺有个性 我给您做个东西 您看怎么样 行 这是我让你修的东西 现在焊错了看怎么办 是我学义不精 把这给焊接错了 这样吧 您看您这钥匙多少钱 我赔给您 赔 这可是不懂 你赔得起吗 麻烦 你弄电 这条打 眼神不太好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呃 这样 他把您的钥匙弄坏了 我帮您修好 怎么样 修好 嗯 你门都没掌齐 你有什么本事修 啊 这有没有本事 试试不就知道了 我帮您把这个钥匙修好 转让费 你少收我一点 怎么样 好好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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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满意吗 走 兄弟 兄弟 你也看到了 是我学艺不经 我才想把这店面 传让出去 这样吧 你把这五万给我 我相信有你这手艺 我这店 黄不了 行 给 行啊 马老师 这地方挺不错呀 以后我就跟你混了 那正好 那你既然来了 那不如就叫 长马工作室吧 那哪行啊 嫂子姓林 应该叫林马工作室 对吧嫂子 别贫了 那不如就叫 小马工作室吧 清姐 你想什么呢 这么出神 我突然想到 地下城的老大张德强 他悬赏两百万 再找一枚青铜钥匙 青铜钥匙 长什么样 听说是一把很老的钥匙 估计有好几百年了吧 你俩在这想啥呢 怎么一个一个 接着发愣呀 没事 我好像见过那把钥匙 你等等 我给你画出来 哇 马小军 你太厉害了吧 走 咱们去见张德强 这可是两百万呢 哎 张德强可是整个海港区的 地下老大 你可小心说话啊 这不有你吗 我只是管理一个 小小的海港区 和他比可差远了 反正你要出了什么事 我可保不了你 你张破话整个屁用 浪费老子时间 带人破话滚出去 星哥 我朋友是真的见过那把钥匙 和那两个人 没有错的 见过 证据呢 你别告诉我这破话就是证据 你想要 我给你画几十幅 我要的是钥匙 别拿这种东西搪塞我 这点事都办不好 要你何用 如果你要证据呢 这画上这俩人 昨天来过我家供电 他们让我 帮他们修复一个钥匙 这钥匙 就是你们找的那把 你算什么东西 别敢在我这插嘴 秦姐 这位就是张爷 不 这位是张爷身边的得力助手 吴财鑫 鑫哥 鑫哥 这位是我朋友 马小军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带着他滚 地下城夜宿会 不是这种废物能来的 啊 二把手啊 我们来找的是张爷 跟着二把手 废个什么话呀 你找死 鑫哥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代他向您道歉 秦姐 你好歹也是海港区的扛巴子 你又不是他吴财鑫的手下 至于这么惯着他 小子 我看你是看上林晶晶的妞了吧 想在他面前出风头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那你想怎么样 那你想怎么样 来人 给我教训你呢 你想干什么 你不是要教育我吗 你这手下 也太不争气了 得罪了我们地下城 你们两个 都别下入安生的日子 马小军 算了 都是我的错 我给你惹麻烦了 没关系 不就是个二把手 有什么好得意 只要我们找到了张爷 什么都可以解决了 想见我们张爷 我们老大师 你想见就能见的 如果我说 我可以随时变出一把钥匙 随时变出钥匙 你以为你是神仙 搞了半天 原来是个疯子 林青秋 回头我再找你算账 我们走 清清 你信不信我 只要你让我见到张德强 我随时可以给你 变出一把钥匙 张德强有一个习惯 每周四 都会在夜总会休息 我们倒是可以 趁这个时间去找他 但是钥匙 放心 等我一会儿 马小军 你送哪搞来的钥匙 师姐 我可是做机械加工的 这随便复制一把钥匙 又不是什么难事 马小军 真有你的 我们这回可发财了 我是不是打扰你俩了 你们谁呀 知不知道什么地方 听说张爷在找一把钥匙 正好呢 我这儿有一把 不过张爷的手下 似乎不再想让我们见到你 我们只好硬闯了 还请张爷见谅呀 我是在找一把钥匙 可是全海珠师都知道 我周四是不见客的 你们不懂规矩吗 这不是 事其从全吗 既然你们不懂规矩 那我就教教你 什么是规矩 来人 又是你们 不要他妈找死 给我打 别动别动 马小军不要 敢学吃张爷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乏了 小子 你够打 知道威胁我的下掌是什么吗 不想你们老大出事的话 就得给我让开 我是来贪事情的 但你们要继续故意刁难 我不介意给这地下城 再换个老大 别动 好小子 伸手不凡 心狠手辣 有我当年的风范啊 这样 你把钥匙拿出来 看一看 我要找的是一把六百年前 永乐你 你这把钥匙 能养化季度 是前几天刚做的吗 没错 是我三天前做的 你居然敢骗 没错 你是很猛的 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 我倒要看看 你和这个女人 能不能活着走出这里 张爷 您不妨仔细看看 看来张爷 见过这钥匙 张爷能出这么大价钱悬赏 看来这钥匙的价值 已经超过他本身了 张爷 这钥匙虽是房品 但您看看 跟真的一模一样 你 在哪儿见我这钥匙 一周前 这一男一女 来我的加工店 让我重铸这把钥匙 不知张爷 跟这俩人有关系吗 小子 不该你问 别问 像我们这种人 有很多不为人证明 你知道的越少 对你越好 这里是两百万 一点点 不用了 张爷 但有个事 还得麻烦你 你说 之前为了给张爷献钥匙 得罪了辛格 还请张爷 让他们不要再找我们麻烦了 张爷 是我办事不利 我不知道这小子说的是真的 既然办事不利 这个位置 你也没单下 张爷 张爷 看到了没有 顾劳有苦劳的分子 让我们这次吧 小子 我看你身手不错 吴才卿这个位置 你有没有心理接受 多谢张爷了 但这一切 都是林青青的功劳 我也就是替他 跑个腿 办个事 这个位置 怕是他更合适 林青青 李金发倒了之后 是你接手的孩子 是 张爷 那行吧 既然这小子不愿意出头 那以后 你就跟着我吧 行了 忙去 一个领 两个领 三个领 四个领 五个领 毛小军 真有你的 咱们这生意越来越好了 都有忙不过来了 这里谁是管事的呀 您是要加工呢 还是要定做呀 定你妈那个头 谁允许你在这里开店的 管理费叫了没 没有 但是 我看你他妈的是想找到 别当我哥 住手 谁让你来的 我不是说过不许生事的吗 再有下次 小心我废了你 滚 哇 嫂子好威风呀 这就开始维护上马小军了 没有 我不是碰巧路过吗 其实 我是来找马小军吃饭的 你别会呀 咦 约会呀 不是 马小军之前帮过我 我只是想好好感谢感谢他 搞好大家也在 就一起吧 你们约会 我们俩才不去呢 对吧 小姐 就是 我们才不当电灯泡呢 马小军 哥你愣着干啥呀 快去追啊 去啊 哎 我没醉 好好好 你没醉 这样 清清 我赶紧扶你回去休息 少跟我来这一趟 我不是傻子 你没谢 哎呀 好的清清 别闹了 走 我扶你回家 清清啊 你看你这一身酒气 要不然 我先帮你把衣服脱了 不要 哎呀 脱了吧 一会儿我给你洗个澡 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 走开 谁呀 谁呀 大半夜敲什么敲 哎 我警告你啊 你这是私闯民宅 我是清清邻居 我没记错的话 这儿不是你家吧 我 我是他男朋友 我没记错的话 这儿不是你家吧 我 我是他男朋友 我见过不要脸的 但也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 你什么意思啊 没听清啊 那我大声点 你 臭不要脸 我 疼疼疼疼疼 说 你对清清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 我说我说 我就是下班看见清清 请她喝了几杯 我其他的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你还想做什么 滚 别让我再看见你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 我废了你 你敢打我小子 等着 我找人弄死你 你傻啊 跟那种人出去喝酒 她要不是为了省钱不去开房 早把你给祸害了 你给姐清一个 姐就原谅你 私闯房间 哈哈 原来是在酒里下了毒 难怪啊 来嘛 快给姐清一个来 别害羞 快 给你个教训 让你以后 再给别的男人出去喝酒 你给我走 你不爱我 你爱那阁桥 幸好当女人 没有人爱我 没有人关心我 姑奶奶 你又干嘛 你 哈哈 清姐 你 醒点了吗 我 我先回家了 马小军 马小军 要本事你一辈子别出来 清姐 你这一大早的 在这等谁呢 还装呢 昨天晚上你做了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 现在坦白我还能原谅你 那是昨天晚上你喝多了 那流浪啊对你图摸不轨 我把他打跑了 马小军 你喜不喜欢我 喜欢 那好咱们约会去 走 哎 马小军 跟我第一次约会 感觉怎么样 逛了一天了 挺累的 但是跟你在一起 我还是蛮开心的 贫嘴 哟 这不是青青吗 今天这么漂亮 我都快认不出了 怎么又是你 这不是青青吗 今天这么漂亮 我都快认不出了 怎么又是你 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大学同学 流浪 那是以前了 我呀刚从国外读完博士回来 现在称得上是精英人士了 对了青青 这位呢 怎么介绍一下 这个是马小军 我男朋友 马先生 这么巧吗 我大学的时候 也是青青的男朋友 嗯 嗯 不过现在是前男友 嗯 敢问 马先生在哪高就 自己开了个焊接店 小打小闹 没什么 焊接工呢 清清 不是我说你 你现在品位怎么越来越low了 这个焊接工哪里配得上你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我们点菜吧 这顿我请客 什么 你们俩吃饭 还要你请客 也是 像这种低等人 也就只能吃软饭过日子 韦德儿 来份菜单 要英文的 点餐吧 对了清清 看看我这块心表怎么样 从国外带回来的 限量款 国内买不到的 买不回来的 不就是一块破表 有什么好炫耀的 你懂个屁啊 这可是限量款的百搭匪力 要三百多万 也是 像你这种底层人 也不知道什么是百搭匪力吧 清清啊 我这次从国外来 也没带什么礼物 这块表 就送给你了 不行流浪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没事 只有这块表才能配得上你的身份 来 我给你戴上 你 你干什么 我这可是限量款的百搭匪力 要三百多万呢 你赔得起吗 这是三百块 你拿着 你这个高房表呢 你这个高房表呢 也就值这个价 你个卢子 你懂什么叫限量款的百搭匪力吗 赔不起就说我这是房板 哼 我现在要报警抓你 流浪 我们有事好商量吗 三百万 不就是三百万吗 不过我正好想跟你打个赌 赌什么 这正品表的官网呢 都会有一串编码 不如 我们现在就拿手机查一查 看它到底是不是正品 要是我输了呢 我十倍的赔给你 怎么 不敢吧 你怕什么呀 你不过就是一个低贱的焊接工 你还有脸讽刺我 哼 不是庄阔呢吗 自己买单吧 马耀隽 你到底还在些什么呀 也没什么 什么 澳洲龙虾 鱼子酱牛排 黑松露鹅肝 哦 还有一瓶 五年份的红酒而已 也挺贵的吧 这位刘先生啊 不是很阔气吗 我想这 那么便宜的菜 肯定配不上刘先生 那也不能这么点呀 哎呀 算了 服务员 我们可不可以推单呀 不好意思啊小姐 您点的这些菜呢 都是现实供应的 而且我也再三跟这位先生确认过 都是他执意要定的 小子 别以为你刚才做了什么小动作 我不知道 自己点菜 自己买单 是啊 这位先生 做人呢是要有自知之明的 我们这饭店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吃饭的 刷我的卡 这位小姐 您是 我找马小军有事请他 麻烦你们换一种 逼人流浪 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不知可否有幸 与小姐认识一下 你 你 再敢废话 废了你 滚 你敢打我 等着我找人收拾你 嗯 你们聊 我先走了 诶 等等 我跟我女朋友在这儿约会 你要找我谈事情啊 另挑个日子吧 王主任 什么来头啊 你干嘛这么怕他啊 不可以问你 你别问 我警告你 以后少惹他 负责 我也保不了你 走 马小军 马小军 你给我等着 我早晚有一天叫人收拾你 刚刚听他说 你是马小军女朋友 嗯 不是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嗯 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说吧 找我什么事 这是我汉家的钥匙 怎么在你这儿 我一直都在关注你 你做的事 我都知道 你监视我 那一男一女 是海盗 我抓了他们 比起这个 你不好奇 这把钥匙的来历吗 比起这个钥匙的来历 我更好奇你的来历 不该你知道的 你最好少打听 这把钥匙 关系到一处宝藏 我们的专家见过你 焊接钥匙的手艺 所以 我想请你帮个忙 你是想 让我修复这个罗盘 求人办事啊 一点诚意都没有 我拒绝 没记错的话 这顿饭 应该是十万 你要么现在立即给我 要么 你以身相训 罗盘在哪儿 我修 黄教授 宁博士 这位是我带来的 技师马小军 你好 我是黄伟博 这位是我的学生 宁薇薇 这么年轻的技师 你是哪个企业任职的 我自己开了个小店而已 叫小马工作室 在海滨大道 龙小姐 这罗盘和钥匙不一样 它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 任何一个部位的焊接 都有可能影响准确性 我需要的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技师 而不是一个刚出道的学徒 龙小姐 那就不是我不帮这个忙了 告辞 等一下 黄教授 人都来了 就让他先看一眼 愣着干什么呀 怎么样 能不能修 虽然还挺麻烦的 但我还能修 不过 我工作的时候呢 不喜欢有人打扰我 龙小姐 不是我信不过你 只是 这罗盘关系重大 不能有一点闪失 我必须亲自盯着他 马师傅 真有你的 西游父后 比原来只重了1.5克 对不起 我原来的鲁莽 向您道歉 没关系 毕竟我也不是五六十岁的老人 当然我也没有什么 一大堆专业证书带来 你不相信我 也是正常的 哟 你怎么了 没事 扶我到那边休息一下 你都这么严重 我帮你下个救护车 不用 如果我妈在世就好了 以前我肚子疼的时候 我妈帮我揉一揉就好了 那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我帮你揉揉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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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君 你怎么了 醒醒啊 对不起 我刚修复罗盘 费了太多体力了 你这病 看起来像是胆囊炎 再不治的话 很严重吧 我知道了 你先别说话 你靠着我休息一下吧 怎么样 好点的吗 你们两个做什么呀 没没 我们什么都没做 我 我坦白 我们什么都没做 刚才宁波士胆囊炎发作了 我就扶他过来休息一会儿 嗯 我发誓 修好了 嗯 好了 马尔君是我见过最厉害的汉奸师傅 龙小姐 肯定好好谢谢他 虽然这罗盘修好了吧 但这罗盘损坏得太严重了 不知道能不能用一些新的零件代替 不必了 这罗盘 不是用来指方位的 不是用来指方位那是用来做什么 龙小姐 你做什么 这个罗盘你不能带造 这个罗盘我能不能带走 你说了不算 让开别烦我 龙小姐 这不符合规定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呀 他对你又没危险 你是我带来的 怎么了 你也要拦我吗 这罗盘到底做什么用的 你也没告诉我 我肯定不能让你带走 不该问的别问 这里是五十万你的酬了 合作愉快 哦 对了 他半个小时以后会醒 你最好快点离开 不然可说不清 先生 您想定做什么东西吗 马小军呢 把人给我交出来 马小军这两天不在 他好几天没回来了 这小子不会怕我来找他 躲起来了吧 他要是再不出来 我可要动手了 哎 你 住手 马小军 没事吧 我没事 不要紧 你之前不是挺嚣张的吗 看你这次往哪跑 你 我记得我之前忠告过你 不要让我看见你 不然废了你 马总 马总 那个您大人有大量 我自不量力了 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滚吧 等一下 我希望呀 离开海风市 滚得越远越好 林青青 现在是这地下世界的二把手 要是让她知道 你给她下药 你恐怕 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咯 滚 快跑 小心 钥子没了 滚 快跑 小心钥子没了 马老板好恶心啊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想见我啊 对了 这里有五十万 是给你修复罗盘的报酬 可是冷小姐她 虽然 罗盘被抢走了 但钱我还是要付的 而且我还要请你帮个忙 你就当我假公祭司了 你竟然是海风市首富宁月山的女儿 深藏不露啊 首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还是想靠自己的本事做出点成绩来 是你 你们认识 这位先生啊 长得有点像我一位朋友 刚才啊 差点认错人 小薇 你不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小薇 你不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爸 这位呢 就是我今天给您提过的 马小军 这是我爸 您是集团董事长 林远山 这位呢 是我后妈 远山 我 这是怎么了 我突然头有点晕 你去帮我拿下酱压药吧 爸 您快去吧 你妈这是怎么了 我和我妈在休息室等您 那行啊 嗯 小薇啊 你去帮我倒杯热水好吗 好 你是小薇的男朋友吧 啊 听着 如果你敢把我和李金发的事说出去 我保证你做不了宁家的女婿 我跟宁薇薇也没什么关系 而且 我对你家的丑闻也不感兴趣 小薇从来没有对哪个男人这么亲密过 现在还把你带到集团里边 不是男朋友是什么 随你怎么想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到底想要什么 想要钱 还是要公司的职位 我都可以满足你 唉 我就是来帮忙的 信不信由你 老婆 要马上到了啊 你 你干什么 你 你放开我 你 你干什么 袁山 这小子 这小子不是好人 他看你和小薇不再想欺负我 先好你及时赶到 你会叫人把他赶走 我不想见到他 小子 我看你是活腻了 我的女人你都敢碰 我可没招惹他 是他自己扑过来的 袁山 就算我对他有想法 我也不可能再治理啊 就算我对他有想法 我也不可能再治理啊 明明就是他费力我不成 还想要污蔑我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你喜欢的是李金发 对我当然没兴趣了 袁山 你看 他还在污蔑我 赶快把他赶走 你真的以为我把照片 都给李金发了吗 你说什么 抱歉 我拍照呢 手机开了无线上传 照片已经备份到手机上了 想不到今天正好用啥 你 你这人不想信用 当初金发把二十万给了你 你还留着这些照片 想勒索我吗 金发 叫的还挺亲切啊 你听我给你解释 照片搁在这儿 你怎么解释 袁山 袁山 我错了 是我的错 看在咱们夫妻的份上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吗 夫妻情分 你和李金发上床的时候 怎么不看夫妻情分 来人 拖下去 你想知道李金发比你抢多少倍吗 在床上你就不是个男人 拖下去 让他闭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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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您就不是个男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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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咱们见笑了 刚才啊 是我是非不分 退不住了 宁总 您严重了 没关系的 啊 那就好 小兄弟啊 我想多嘴问一句 你这手机里面的这些图片 有没有备份啊 宁总 这个您放心 没别的了 好 那就好 这什么意思 我担心今天的事泄露出去 如果让别人知道了 我宁家的荣誉可就完了 我的命也保不住了 我的命也保不住了 宁总 这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您这脸变得也够快啊 为了宁师的荣誉 只好委屈小兄弟 带下去 宁总 您这兄弟们 不给力啊 爸 马小军 你们在做什么 没事没事没事 我身上他的功夫 还真不错 马小军是吧 功夫不错啊 年少有为 配得上我家薇薇 您别装了 我刚才在我门口都听到了 您放心 我向您保证 他绝对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的 你的担保没有用 马小军 我可听薇薇说啊 你对精密加工很在行 是 好 是这 你现在就和我家薇薇订婚 入赘我宁家 也就不用担心秘密泄漏了 什 什么 什么 马小军 你觉得呢 哎呀 没用了吧 之前 您不答应见他 说我胡闹 然后 我就撒了个谎 这都是个误会 我跟他 也没别的 你们真也好 假也罢 我给你三天时间 你考虑清楚 如果不答应 就都得死 这 这是我家 你怎么进来的 这种程度的锁 你觉得能困得住我吗 那 你又有什么事 新的任务 答应您是集团的婚礼 凭什么 我为什么要答应宁远山内伪君子安排的婚事 是 宁氏集团出卖技术精密 我需要你打入内部 获取证据 不行 那是你的任务又不是我的 别以为你给我按个肩给我试个好 我就什么都答应你 技术精密我都告诉你 答应或者死你 你选一个 我 我拒绝 我还不信了 你们 你们把我杀了试试 我 好可惜啊 那你妹妹 可就没有人照顾 我 我 我答应 我答应还不行吗 任务归任务 你要是敢跟你微微发生点什么 我就 打断你的狗腿 我奶奶脾气不太好 要是一会儿 我奶奶说什么不爱听的话 你别往心里去 微微回来了 来 到奶奶这儿来 这就是你爸 给你挑的男朋友 对 奶奶 他家马小军 可有本事了 胡闹 孽女山这个小兔崽子 越来越不像话了 先是给你找了一个 骚狐狸的老后妈 现在又给你找了一个 不三不四的男朋友 奶奶 马小军他不是不三不四的人 你叫马小军 家里是干什么的 我爸妈走得早 家里就我和我妹妹 我妹妹还在上学 我自己开了个加工店 你就是个粗人 那你拿什么陪我 微微妹妹 那你拿什么陪我 微微妹妹 微微 这位是商业精英马文华 比那马小军可厉害多了 听奶奶的 给他点钱让他走 你爸呢我去处理 奶奶 我不喜欢什么商业精英 我喜欢的是马小军 马先生 您有车吗 没有 那你有房吗 我爸妈给我和我妹妹留下一套房 不大也就七十来瓶吧 那你觉得 你配得上我微微妹妹吗 你又凭什么配得上微微 Oh my god What are you saying 我通小八国语言 硕士学位 我是人类高质量男性 你 我怎么就配不上微微呢 你肾许 你说什么 粗人就是粗人啊 你人身攻击 我说的话都是真的 你这个病呢 我建议你早点去治 满口无言会 把他给我赶出去 奶奶 马尔军说的肯定都是真的 上次我打拿研发作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就算是真的 这些话能拿到台面上说吗 简直丢我们宁家的人 抱歉 那我先失陪了 那我先失陪了 一个破干粗活的这么牛气 宁微微妹妹 你以后要少跟这种人来往啊 你以为你是我什么人啊 你凭什么关我 你给我闭嘴 一点礼数都没有 奶奶 你看看那个马小军 一言不合说走就走 你以后不能跟他来往了 听见没有 不不 你说什么 埃宁微微给我回来 你看你被那个马小军 那个流氓 带成什么样子了 马小军 对不起 我是不是害你挨骂了 其实 你也没必要为了我为家里闹掰 你爸要是不放心的话 我也可以去凝视工作嘛 马小军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你骗我爸说娶我也是假的 是吗 为什么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 多少人排着队 讨好我我都不理他们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林先生 你干什么 林先生 你干什么 老公 老公 是不是这个女人纠缠你 我帮你打发她走啊 你们 你还不明白吗 我叫林青青 马小军是我老公 麻烦你以后不要再纠缠她了 知道吗 哎 清姐 你这是干嘛 我愿意 对了 她又是谁啊 宁氏集团的大小姐 宁薇薇 你拒绝我也就算了 你连宁氏集团大小姐都拒绝 马小军 你是不是 那方面有什么问题啊 林青青 没关系 你哪怕那方面有问题 我也不会放弃你的 马小军那个混蛋又欺负你了 没关系 刚才那一幕我已经看见了 以后啊 有我在 谁也不会欺负你 就算没有马小军 我也不会喜欢你 马小军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哎 这位客官 你想来点啥 客官您想坐 就这破地方 又小又破 还工作室呢 厂林 这位客人很高贵啊 你招待不了他 去忙吧 让你坐这儿是给你面子 你一点礼貌都不懂是吧 什么玩意儿 我说你烧电汗的 谁给你的底气啊 烧电汗的咋了 你有本事把刚才的话再跟我说一遍 你 跟我打 底层就是底层啊 头脑简单 我告诉你 我柔道八段 有点意思啊 再来啊 八卷要不还是算了吧 他是柔道八段 咱们打不过他 柔道八段又怎么样 柔道八段又怎么样 你们这些社会底层 根本不懂什么是真的功夫 等会儿 就让你们跪地求饶 有本事就试试 住手 马安华 做什么 威威妹妹 你怎么来了 我不过是找 马小军聊聊 他们两个人二话不说就打我 我真的没动手 你以后不要再找我朋友麻烦了 妹妹 你跟我走吧 你整天和这些下等人在一起 会被带坏的 要走你自己走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难不成 你想让我给老太君打电话 她要是知道了 一定会亲自来 什么意思 她那么大年纪了 你让她知道 卑鄙 你这么逼迫一个女孩 算什么男人 那逼你 正好我来教训你 柔道 住手 马文华 你敢动马师傅下侍者 伯父 你怎么来了 谁让你和他起的冲突 快给他道歉 我给他道歉 他配吗 你走开 马师傅 研究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我们准备了几台新设备 给您送过来 多谢黄教授 不过上次修复罗盘的钱 宁小姐已经付过了 无功不收录嘛 这新的设备 我就不必了 马师傅 我们以后 还有很多合作的地方 伯父 这些人就是贱骨头 给脸不要脸 我看还是算了 那不是啊 黄老宋小军东西 关你什么事 你在这积积歪歪干啥 我说你这个人啊 心气够深的 骗完我薇薇妹妹 骗我伯父 今天我非得收拾你 我看你是个女人 我不跟你计较 不要给脸不要脸啊 怎么跟冷小姐说话的 快给她道歉 快给她道歉 我给她道歉 她打的我 她是朱雀大人 以后你惹事 我也保不了你 朱雀 说她是 冷小姐 对不起 文华 跪下 给马先生道歉 马先生对不起 刚才是我错了 做人哪 得讲礼貌 这是做人的第一步 我不让马文华婚礼找你麻烦 我们婚约 不好意思 马小军 他是我的人 马小军 你不喜欢我可以直说呀 你不用一次又一次的 找人来演戏给我看啊 听他的意思 你还找过很多人 假扮你的女朋友吗 我会尽快完成任务的 您是集团 你要是真的不想去的话 就当我没说 我还没给你包扎呢 我还没给你包扎呢 写了 停 以及 是不是很危险 你都知道什么了 李金发的手下 和黄教授对你的态度 我也大概了解了 像今天这样 就是加上便饭而已 对不起 我不应该把你卷进来 您是集团 别卷进来 我认真的 既然那么危险 那我更应该去了 之前都是你保护我 这次还我保护你吧 刚刚就是我们生产车间 挺大的吧 是挺大的 宁小姐 这位呢是马小军 你们新的技术部主管 一会儿 你带她去找傅朗娜报到 是宁小姐 你还没带我报到呢 可以找到你自己身上 自己不会去啊 我可是你的技术主管 你就这态度 你只不过是宁小姐 靠关系 空降了一个货主管 有什么资格命令我 行 不带就不带呗 我自己找 进来 您就是傅老吧 宁小姐让我来找您报到 你多大了 二十四 刚毕业 刚毕业就当主管 这不是胡闹吗 是这样 我帮宁小姐呢 解决了一项技术难题 她就邀请我来了 加工第一现象 直线起点为终点 终点素要六点三 要怎么进行查实换算 这 我不管谁批准你来 你从哪里来回哪去 我这儿 不养闲人 这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啊 算了 还是先摸一摸 哎哎哎哎 傅老不能再提升温度了 会出事故的 我知道您想提升精度 但是这贸然升温会有危险的 你懂什么呀 我当然知道这有危险 可是不实践 这技术上怎么能突破呢 哎 走一遍 走一遍去 傅老 小心 您没事吧 这不可能啊 这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呢 师傅 您没事吧 这机器怎么烧坏了 又是你 我师傅要是有三长两短 我要你赔命 是傅老自己操作的 我还救了他呢 救你这种吓得的人 你懂个屁 如果我说 我能解决傅老的难题呢 哈哈哈哈 就凭你 哦 也难怪啊 谁让你是 靠关系进来的 在我面前吹牛 有个词叫什么来着 搬门弄府 哈哈哈哈 那如果 我解决了呢 你怎么办 让他试 就是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也得试试 请 完美 完美 年轻人 我为我之前的鲁莽 向你道歉 你那么激动干嘛呀 他这是误打误撞 你也误打误撞 一个出来呀 年轻人 我还有个问题 想向你请教一下 我可以试试 师傅 三号车那边 出了点问题 您看一下 小马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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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当然没事 您看一下 何不何要求 刚才不是爆炸的声音 你似乎希望是 像你这种粗人 只知道门干 下次出问题怎么办 这个精度是有些偏差 不过这已经很好了 之前我们尝试加工 T6等级别的轴 无一例外 全部是失败 这次啊 是个好的开端 因为有些人 把阻力调高了 这才导致 精度偏差了四个点 什么意思 你是说 有人捣鬼 那就得问问我们 马公啊 我说的没错吧 怎么回事 有人暗中提高机器阻力 让我在操作时 电路熔断 发生短路 我说的没错吧 马文华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师傅 他这是污蔑啊 我动他机器干嘛呀 就是因为他靠 宁大小姐的关系 被我抓着了 他就一直进来 指手画脚 大家都看得到 小马师傅 你先去车间 我这里 暂时不需要你 你走吧 父老 您好点了吗 您有心脏病 得多休息才行 一些技术难题 解决不了 我没法休息啊 您休息会儿 我来吧 父老 终于成功了 你快告诉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 被这技术 混扰了这么多年 今天 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我现在就去找宁总 让他召开发布会 宣布 应是终于克服了 T6级别的技术工艺 马小军 我马上要去参加 新闻发布会 这批精密加工件 交给你全权负责 好 千万不能泄露 这可关系到 我们宁市集团的未来 宁总 这个您放心 我一定妥善保管 好 马小军好好干 要求尽管提 我一定满足你 马师傅 傅老找你 请 这不马大少爷吗 怎么这么狼狈啊 马小军 你这狗杂种 竟然用假资料骗我 怎么叫假资料呢 这宁总都专门吩咐过了 这资料很重要 那我不得弄分假的 你不会对那份资料 有什么想法吧 我只不过看一看 谁 马小军 你等着 等我有了资料 我也能做出精密的零件 等我有了资料 我也能做出精密的零件 马小军那家伙太狡猾了 我拿到的资料是假的 他没怀疑你吧 应该没有 但是我怀疑 他手里的资料全都是假 你是说他想藏私 要不然 我们直接绑架他 逼他把技术交出来 为什么不怕 我会不怕 我不怕 怎么会 不怕 不怕 我以为 马有军 是我 马有军 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黑道有人对你下了追杀令 现在整个海州市的黑道人物 都在找你 有人针对我 我查不到 我只知道这个人来头不小 马有军 赶紧走吧 离开海州市 我只能帮你拖延他们一段时间 再晚就来不及了 不行 我也得知道 是谁在针对我呀 可是你一个人 怎么和整个海州市的黑道对抗 我怕还有你吗 马有军 你可别怪我 要怪 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要怪 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清清 怎么是你 连你也要杀我 你的命口值钱了 就算不为了我自己 也要为了我手底下的兄弟们 清清 我们非得闹个你死我活吗 马有军 你爱我吗 啊 马有军 跟我一起走吧 跟我到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生活 我给你 伤好多好多孩子 姑奶奶 都看着呢 别演了 再演下去就穿帮了 马有军 你不爱我 清清 对不起 我 别闹了 动手啊 既然不爱我 那就算死我吧 为什么 你不爱我 为什么 老大 马小军他已经死了 我们马上带回去领奖吧 滚 你们都给我滚 我要跟他在一起给我滚 没人跟来 我说 你干嘛临时加戏啊 弄得我都不知道怎么演下去了 我没演戏 要是你哪天真的辜负了我 那我就 好了 不动你了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啊 得先找个地方 躲几天 避避风头 走 怎么了 有人跟踪 那怎么办 脱衣服 啊 这个时候 不太合适了吧 想什么呢 你穿我的外套 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我去找人帮忙 这里是我们紧急藏身的地方 很安全的 你先休息一下 你受伤了 中了一枪 子弹还在体内 得赶紧去医院 不行 外面都是追杀我们的人 现在出去不安全 你的事耽误不了 你来帮我取子弹 你连那么精密的锣盘 都能手工焊接 取个子弹而已 你可以的 相信自己 冷 这样还冷 怎么办 你醒了 你想吃点什么 我去给你做早餐 你都受伤了 还是我来吧 多亏了你 昨晚 你的追杀令 我会去查的 马文华这个人 他想窃取 宁实的研究成果 但很显然 他只是一名棋子 背后 一定还有人操控 我会去追查的 你先好好休息 等我伤好了再说 你不会告诉我 你们这个组织 只有你一个人吧 其实 我们组织 也出了内鬼 我这次受伤 就是 被人出卖 你们要干什么 要钱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 别装了 你的信任 已经被我们抓到 真确的 马小军 你推出行动吧 太危险了 就是因为危险 我更要去 我是认真的 当初 我是觉得 以你的汉阶工艺 混进凝食会比较容易 但现在形势 已经完全脱离了掌控 你 包括我 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我也是认真的 就是因为危险 我才更不能离开你 为了我 不值得 我觉得值得 马小军 他们快冲出来了 怎么办 哪里边呢 什么来着 我不知道 别这么装 你走开 走开 走开 我跟你一起去 你好好养伤 我可以的 马小军 你快走 别管我 闭嘴 T6级别精密加工技术精液 给我交出来 否则 他就得死 我没法交出来 那你就看着你的女人 死在你面前 如果你想看 我可以展示给你 说吧 谁派你来的 我是不会说的 我不会出卖谷主 你说不说 我说 我说 我对街的人是个黑衣人 我看不到他 我只知道他是个男人 我只知道这么多 滚 是 马小军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傻呀 我这不回来了吗 你放心 有我在 没人能上得了你 马小军 我们离开这里 换个城市生活吧 而且 小雪 她不是到外地去上学了吗 这样我们还能在她学校附近 租一个房子 你也方便照顾她 马小军 我们只是普通人 卷入这样的斗争 实在太危险了 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了你身边的人 考虑一下吧 对不起了 星剑 我还不能离开这儿 幕后主使还没有找到 关你什么事啊 是不是那个叫冷艳的女人 我到底哪点不顾她 你这是干嘛 我承认 冷艳是比我好看 但是 我只少山菜比她好 你可别那么多心 冷艳她救了我们那么多次 现在她有难了 我们不救她 我们还是人嘛 我不管 反正 不让你遂做危险的事 小心啊 对不起 我还得去照顾冷艳 怎么样了 我跟你说 你难以解决的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我们赶紧走 你的伤没事吧 没事 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外面有人盯上 我已经打晕了 但是 他们的人估计马上就到了 快走吧 等一下 这样你躲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我们来个 反抗一处 怎么盯着的 对不起 大哥 刚才跟你丢了 我被打晕了 实在不好意思 大哥 现在 你马上去给我找 去 我要你办的事怎么样 不好意思 出下人办事不力 让他给划了 叫你有什么用 我已经再派人去找了 很快就会有结果 很快 很快是多快 我要准确的时间 马温华旁边的人 应该就是幕后主使 可惜背着身 看不太清 废物 叫你有什么用 宁远山 你确定是宁远山 隔得这么远 你能看得清吗 我确定 就是宁远山 他们就三个人 我们现在把他抓住 他们就三个人 我们现在把他抓住 先别动手 有相守埋伏 我们先回去 我有办法 龙小姐 你找我来 什么事啊 我带一个人 来见你 马小军 你没死 太好了 什么 你们说我父亲打卖机密 还要杀了你们 不可能 宁小姐 你要不信的话 可以把这份假资料 交给你父亲 看看他会怎么做 还有一件事情 宁小姐 我希望你能帮我搜集 宁远山犯罪的证据 你有什么意思啊 要我出卖自己的父亲吗 如果您畏畏不肯配合 我们想要拿到宁远山的罪证 可就难了 也不用那么悲观 我好了想 至少 他们得不到我的技术 我们也不算输 明天下午两点 宁市集团将召开技术发布会 宣布影响将引起工业重大 变革的创新研究 宁微微最终还是配合了我们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准备一下 明天想办法 混进发布会 马大工程师啊 今天 屈尊来我们宁市发布会 你们不会没有邀请韩吧 今天 我们的新技术 是我和父老亲自研究出来的 你也不要认为 只有你有能力 在我们宁市面前 你就是个垃圾 走吧 别理这种小人 马小军 闻小姐 你们来了 这两位是我的朋友 不需要邀请韩 薇薇 你什么意思啊 走吧 我带你们进去 马小军 你说的没错 我爸果然和外国人勾结 这是我从他电脑上 找到的资料 还有件事 我听到 今天的发布会 我爸准备把核心技术 卖给外国人 共同开发 你不是给他的假资料吗 宁远山为什么能播出成品 凤老看了资料后 改了几个关键参数 和马王华 共同研发成功了 那可就难办了 如果宁市真的和国外企业 达成合作 我们再想通过正规渠道 去阻止他们 可就麻烦了 放心吧 我能保证 他们拿不到我的核心技术 今天我要向各位发布一条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 我宁市集团已经研发出一件精密度达到T6级的精密加工零件 众所周知精密度只有达到一百纳米以下 才能称之上T6等级 目前最先进的技术 也只能做到九十纳米 我宁市集团 已经突破了五十纳米 这项技术呢 我们打算 继续和大洋彼岸的 可罗伯公司 做进一步的深度和研发 这是我多年的心血 宁远山 你为什么要卖给外国人 这个可罗伯公司实力雄厚 我们只有和他合作才能共赢 生意厂商的事你不懂 别掺和 我不同意 这可是我研究了十多年的心血 你凭什么卖了 这一项技术是我宁市集团的 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 下去 父老 别着急 宁远山 你真以为那些工艺存在 一下子把精度提升了四十纳米 简直闻随闻 你是怎么保证是真的 文华 既然他们不信 你出来给他们掩饰掩饰 怎么办 文华虽然平时刻薄了点 但他的实力技术很强 是真的能做出来 别着急 等着看戏 竟然是真的 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 当初我给过你机会 让你进入宁市 可你总是小肚鸡肠 欠不得别人好 害得文华出了事故 你这个人啊 习想是自以为是 现在好了 你引以为傲的东西 文华他 一样能做得出来 宁老 你跟他说那么多干嘛呀 他不过是一个农民 连大学都没上过 他懂什么技术呢 你只不过是 能见骗巍巍妹妹妹 依我看 他就是个骗子 你凭什么污蔑马小军 侮蔑 这个零件是我做出来的 可不是他马小军做出来的 胡说 这明明是马小军 哦 你想说 这个资料是他研究的是吧 证据呢 你算个什么东西 干什么 忘了告诉你 傅老做的原件 是我加工的 而你做出来的东西 根本不能用在工程上 不可能 我是按照工艺图纸做的 这不可能 一定是你动了我的东西 你偷了我的零件 是不是 你想不想知道 我当初是怎么做的 不妨告诉你们吧 你们两次从我手上 窃取的资料 都是因为那项工艺 根本不存在 你说什么 我是说 你们看到的产品 都是我手工一点一点 销出来的 马大工程师 那可是纳米级别的零件 您用手销 吹牛要打草稿的知道吗 威威 你当初不会就是 被他这番鬼话给骗了吧 没有 我当时是亲眼看他操作的 好啊 马小军 你不是很有本事吗 那就请你 现场给大家演示看看 你是怎样用手工 修处的纳米级别 那你们就看好了 请 快请 怎么样 成功了吗 我想 是成功了 也没什么 臭美 既然真的做出来了 毫发无损 毫发无损 马先生你好 我是克罗伯公司中方代表 先邀您谈一项重要合作 直说吧 你们是想让我替你们加工产品 您真的是快人快人 这样吧 您开个价 我相信 在全世界再也找不住 像我们公司这样有实力端 的确 你们公司 确实很厉害 那马先生 就是同意了 但我想说的是 这项技术 是我们的技术 外国人 不配拥有 宁总 马小军还是你们宁氏集团的员工吧 啊 是是是 从此以后 我们公司断绝于你们宁氏公司所有的合作 直到你们把这项技术交出来为止 高贝 我宁氏集团还有些私事要处理 招待不周 妥包寒啊 马小军 我给你两条路 第一条路 留在我宁氏 替我加工零件 不得卖出笨 行了 别说了 我选第二条 你还真是想死啊 那我成全你 慢着 这是你勾结外人 出卖工业机密的罪证 事到如今 你还要执迷不悟吗 宁薇薇 你竟敢出卖你爸爸 爸 您就收手吧 好不好 可能 冷小姐 哦 朱雀大人 你敢只身一人 闯入我宁氏集团 夸人有几番功夫 今天怎么有兴趣 找我约会了 别贫了 找你有证事 宁远山被抓了 你有没有兴趣 加入我们组织 没兴趣 你说 我帮你们抓住了宁远山 有没有什么奖励 没有 小气 那我走了 马小军 你给我站住 你还记得那个罗盘吗 想不想知道其中的秘密 那个罗盘 跟永了年间 一处宝藏有关系 我知道 你那个罗盘的精密程度 别说是六百年前的古人 就算是现代人 也不一定能够做到 要不然 我们也不会找上你 要想知道更多的话 就来我家 你一个人住吗 对啊 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小心 这人挺强的 你先走 我来应 土老 这下马小军 算是通过你的测试了吧 年轻人 欢迎你加入101局 等等 我还没同意呢 你们这个什么101局 是干嘛的 是干嘛的 乖我 你高兴就忘了介绍了 如你所见 我们的使命 是保护好这块土地的安全 清除掉所有隐藏的敌对势力 我叫土天刚 代号穷奇 是101局 在珠海分部的部长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都可以来问我 那 加入你们 有什么好处 比如 一些权利 或者 很多钱 没有 那保险 我还有一大架子要养活呢 马小军 你怎么能这样 哎 人各有志 不必强求 你的伤不是还没好吗 弄什么 给你放几天假 你陪着马先生好好的转转 怎么样 总心哥没时间陪你 这回开心了吧 哎 哥 我想就上厕所 去吧 出来玩还板张脸 不会因为我拒绝土佬 生气了吧 你还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在土佬面前出了你多少好话 你却一副石块样子 有些事我在外面 要比在101局方便多了 比如 帮你找个叛徒啊 对不起 我误会你了 小雪怎么去了这么久 还没回来 没人接 会不会出事了 散开找 高先生 撞了人你还有理了是吧 明明是他先撞动我呀 你 你 哥 哥 哥 干嘛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干什么 明明是他们打的我妹妹 你为什么抓我不抓他们 等我调查清楚再说 老实待着 按照您的分布 已经把这小子妹妹带到该去的 干什么 我要找我妹妹 你妹妹已经被我们带到医院调查 你说 哪个医院 小子你敢对保卫人员动手 你找死了 住手 住 住去哪里 这是这样的无辜管教 还有一个女孩呢 被 被我们带走了 马友军 你先别着急 我已经让手下兄弟去找了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 谢谢你啊 清清 小雪是在我手上丢的 我负责找到他 哼 当初没把人看好 现在找有什么用啊 哎 两位姑奶奶 这都什么时候啊 咱能别闹了吗 两位姑奶奶 这都什么时候 咱能别闹了吗 想要马小雪 拿罗板钥匙来 你 去跟我见徒劳 想办法换回小雪 小军 给你介绍一下 威威现在也是我们101局的成员了 主要负责罗盘的研究 马小军 小雪的事我都知道了 徒劳让我全力配合你 嗯 徒劳 您放心 小雪和罗盘 我一定安全给您带回来 注意安全 我会安排人在外围 配合你们进行抓捕 嗯 马小军 你去吸引对方注意力 我暗中抓捕 快救我 人在这里 东西带来了没有 东西给我 我要验货 快跑 有狙击手 快走 别动 先回去再说吧 嗯 对不起啊 要不是为了小雪 不关你的事情 就算没有小雪 也会有别人 对方那么处心积虑的 就是为了罗盘 不达到目的 绝不会罢休 放心 我一定帮你找到罗盘 比起这个 我更在意的是内奸 此次行动 我们计划的这么周密 却还是被对方提前察觉了 这次计划 除了我们 也就只有宁薇薇和徒劳参与啊 不可能 我知道你怀疑徒劳 但我是徒劳从小看着长大的 我比你更清楚他的为人 对不起 只是徒劳跟我 不用对不起 我理解他 我们还是计划下一步行动吧 可罗伯那么想要宁师的工艺 无非就是为了罗盘 而在国内能做到这一点的 除了宁师 就只有审师帝国的审家了 那我就去审师集团看看 我已经为你打造好了新的身份 你叫马军 是一个海归工程师 因为家庭纠纷原因 所以选择回到中海市 另外 你还需要一个人 来假扮你的妻子 就由我来担任吧 记住啊 我们刚刚结婚半年 我没有工作 你养我 冷小姐 你平时那么多事 那扮演马小军妻子的事 就交给我代聊吧 我也可以 我懂一些机械原理 跟马军团团最合适了 那这样吧 就让马小军自己做决定 可是这 要不 还是让青青来吧 宁小姐见过的人也不少 冷燕 你还要顾全大军呢 那要不 再 再商量一下 不用了 你说的没错 这就是最合理的安排 老公 这个就是我们 沈氏集团的研发部门 马先生 您的履历的确不错 但是啊 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期 才能安排正式的职位 还希望你能理解 没关系的 你既然是从海外回来的 那一定对这个进口机器很熟 那麻烦你帮我把这台机器维修一下 行 嗯 新来的 谁让你碰这零件了 柳朱冠让我修的 胡闹 这是进口的机器 你看得懂吗 进来的就去那边组长零件去 那如果我能修呢 你要是能修好 我就当场给你赔你道歉 你到底行不行啊 不行都一巴呆着去 男人 不能说自己不行 看好了 行了 道歉吧 你这个人有没有风度啊 懂不懂得什么叫见好就收啊 我不懂 我只知道 有人该给我道歉了 不行 我要给你再比一场 我们比赛组装零件 三分钟违宪 谁组装的多 谁都算赢 三分钟违宪 谁组装的多 谁都算赢 好 这洗完蛋好厉害 都已经十一个了 干什么 谁让你打扰我的 摩托手 摩托手 你先到 马公盛 比完了 这倒该怎么做了吧 账给他 账给他 媳妇人女孩子有什么本事 有本事你们跟我比 我说什么 还干不完活了 出去 去去去 还有你 沈小姐 你也在啊 沈小姐 你也在啊 他 他谁啊 这位就是啊 外号沈氏女王的沈家大小姐 沈明远 我跟你说这干啥 马君 第一天来 就聚中闹事了啊 自己到人事部 包到去 哎等一下 你叫马君是吧 技术不错 让他提前转正 是 小姐 正确 接下来就是怎么找到罗盘了 你怎么在这儿 上午的事我本来想感谢你的 然后来您办公室看你没在 想感谢我 简单 晚上陪我去酒吧 哎好 你不是海归吗 我以为逛酒吧是家常便饭啊 没想到这么放不开啊 就算在海外 也不一定人人都玩酒吧呀 既然来了 那就要玩得尽兴点 来 我还是叫你马君吧 你刚从海珠回来 有没有喜欢的人啊 我都结婚半年了 那你这么晚出来玩 他不会不开心吗 哎 抱歉沈小姐 我去当卫生间 美女 一个人不无聊吗 滚 这酒啊 就是在放得开 行 你给我等着 等着 你不想要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我干什么 当然不跟你说了吗 就想跟你交个朋友 走 快 走 看什么 你想我 滚 你要干嘛 你再过来我就喊人了 干什么人呢 去荒郊野地的不挺好吗 啊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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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我送你回家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怎么满身香水味啊 说 是哪个女人的 是 被沈明月带去酒吧了 她被人调戏了 我还帮她打了一架呢 你是不是傻呀 她可是沈氏女王啊 她怎么会被欺负 她肯定是在试探你 没错 沈明月出行 一向保镖不离身 马小军 你被套路了 那怎么办 马小军 我们快走吧 还有没那么严重 就算她给我下套 那又怎么样 你想 那一个女孩在我面前被侮辱 我实在没办法坐之不理 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马小军 接下来 你一定要小心了 马军 我让你西部机器 怎么做了这么久 那边还有舞台机器要检修 今天做不完不准下班 听到没有 平什么 什么态度 性病我让人物看了你 你该不会 是看到我得到沈小姐的赏识 故意找我查吧 什么意思啊 有种你再说一遍 马军这段时间工作表现不错 我准备提拔她为主管 沈小姐 你别被马军骗了 这小子工作啊推三足四的 你看我让她修个机器 她还顶撞我 既然如此 作为主管 用人不到 你自己去人事不辞实吧 三天后有个技术会议 你准备一下 给我出行 是 沈小姐 包里有炸弹 你是个疯子吧 胡说什么呢 谁敢弄沈小姐的包 不要命了 我刚看包里有个东西 她闪了一下 她就是个疯子 咱走吧 没时间了 我去拿出来 你来 沈小姐 真的有炸弹 处理掉 今天的会议行政取消 马上 你给我来一下房屋室 说吧 你这么费尽心 接近我 有什么目的 比起你的问题 我更想知道的是 你明知道那包里有炸弹 你还让保镖去 你就不关心他们死活吗 这是他们的职业 而且 你觉得想杀掉我的人 会真满足于干掉我一个保镖吗 不过至少能关心一个保镖的人 不是坏人 但 我还是想知道你的目的 好吧 我的确另有目的 但至少 不会要了你的命 跟那个罗盘有关 你很聪明 那个罗盘 事关重大 我呢 希望你还给研究所 我不信 这位 是101局的冷小姐 这位 是研究所的宁博士 有她俩作证 现在你信了吧 沈家跟念家一向有往来 你们想要罗盘 直接让念小姐告诉我一声就行了 何必这么麻烦 对手轨迹多端 在事情没有查明之前 不宜打草惊蛇 请沈小姐见谅 半个月前 有一个扣勒勃机械公司的外国人 找到我哥哥沈天峰 想让她复制一枚罗盘 但工区太过复杂 我们一直没能突破 那罗盘现在在哪儿 在我哥哥呢 他过两天会在家里举办宴会 我可以带你们混进去 不过 我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怀疑之前的那场刺杀 跟我哥哥有关系 我想要你一个承诺 在我需要的时候 无条件帮我一次 行 我答应你 好 那我们两天后见 沈明月这个女人不简单 她答应帮了我们 一方面可以打压她哥哥 另一方面 还卖了我们一个人情 可以说是 一举两得 没关系 至少我们有希望能找到罗盘 你们在这里稍等一下 我去看看我哥哥的打赞 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啊 你好 找我有事 不知这位先生怎么认识沈小姐 我怎么认识沈小姐 跟你也没关系吧 你也不必知道 什么呀 哎 站着 我就直说了 沈明月 咱们 和女儿跟沈小姐 就能不及 怎么 喜欢沈小姐 怎么 喜欢沈小姐 你喜欢你找她去 你找我有什么用 小子 我警告你 别敬酒不吃吃拔酒 饶了 对 对你可没好处 大夫 大夫 动我 不容你 张哨 大夫 你这是怎么了 你这是怎么了 没怎么了 这不刚划了一枪 多客人这个酒店 你太帮了我 那我带你换件衣服 好 坐 走 我觉得罗盘不在这 我们走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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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路盘在这 我们先走 回头再说 有人跟踪 快走 静静 你带着微微先走 我们断后 好 走 花豹 怎么是你啊 赶紧给我滚回去 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你是不是欠收拾 他们当然不听 因为有我这个老大事 张爷 怎么连你也要对付我们 因为委托人呐 来头太大了 轻轻 我可以放过你 但是 他们几个 不许多死 拖延时间 我已经联系了有了 打不完时间嘛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了吧 你什么意思 土老 把他们死个明白吧 土老 为什么 明明最不可能 叛变的人是你啊 我们都是你一手带大的 你怎么下得去手 龙燕 对不起 为什么 您曾经的理想 不就是守护这片土地吗 没错 从今是 而现在 这丫头 你不妨告诉他们 罗盘的秘密 我和黄教授发现 这罗盘上的金属 不是来自于地球 也就是说 它可能来自于其他星球 或许是史前人类 哈哈哈哈哈哈 明白了吧 只要弄清罗盘的秘密 我们将造死整个人类 和这相比 我的理想又算得了什么 说着倒好听 还不是改变不了你汉奸的本质 你想做研究 那你不能找薇薇和黄教授吗 非得找那个什么 克罗伯 还不是他们的利益 打动了你 小子 你懂个屁 我们的科技 再等五十年也赶不上他们 而我老头子 等不到那一天了 你们也说得多多的 也该送你们上路了 张德强 动手吧 张德强 动手吧 等一下 张德强 你什么意思 你想独吞罗盘的秘密 是 我是想过 但 就算是我惦记 也不屑于外国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还不明白吗 现在 你已经是孤家寡人了 好 好 冷叶 你很好 不愧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不好 他有服毒 别以为你们赢了 罗伯的复制品 早已被 克罗伯 带走 冷小姐 你们没事吧 没事 多亏了张也 一切都结束了 小子 你可别高兴了太早 以后还要对付克罗伯 现在又被卷入了沈家 还有 以后你还要应付这么多桃花 有你头疼的 没关系 我倒希望 来得更猛烈些